有攻略1、2、3 這是攻略4 沒有 我們不再攻略了 有一個完整的 一個對抖素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替自己改變命運 新的這本書 書名就叫做改運 有沒有覺得我變瘦了 有齁 最近有很多網友說 老實說是變瘦了 我想不到你們會注意這些事情 事實上呢 我確實從今年的3月左右 一直到現在 差不多3個多月 我整整的瘦了大概16公斤 看影片喔 你又覺得說 蛤 沒有 我覺得你還是胖子餒 那這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現在體重是96公斤 可是我在今年的2月左右 我還在114公斤 原本你們看我的影片 我大概114公斤 90公斤還是很胖 我還在努力中 因為其實一直有網友私訊說 老師是不是瘦了 然後就開始有人私訊問說 老師到底怎麼瘦下來的 我要告訴大家 我怎麼瘦下來的 你知道嗎 我們利用斗數盤是可以改運的 從斗數盤上你可以看到自己 應該去做什麼努力 你的人生也可以有時候改變 減肥當然也是一種 減肥重點是什麼 減肥重點就是少吃多運動 誰不知道要少吃多運動 可是這是一個多難的事情 老師這種盤 我們就是一個 人生可以坐著就不要站著 可以躺著就不要坐著 這種這麼廢的盤 你要叫我們起來動一動 這有多難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今年啊 我的飢餓公剛好有一顆脫螺 流年飢餓公有一顆脫螺 而命公有一隻青羊 所以呢 我可以去很堅持的去做一件事情 然後我也可以去對我的身體 有所要求 而且不加懈怠 當然還是要搭配主心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 我今年有一種深感啊 我已經胖到一個啊 已經離開人的地位了 你知道嗎 我怎麼跟人家介紹我自己 我173公分 0.12公噸 我已經不能用公斤來形容了 一堆助教啊 學生啊 只要上課看到我就念我一下 我決定開始啊 來控制自己的飲食 所以我就這麼堅持個快四個月 就掉了這麼十幾公斤下來 我們不是在看折惡斗數嗎 為什麼一直在講減肥 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去學個命理或學折惡斗數 你沒有辦法用在生活上面 那到底是學來要幹嘛 你當時要用在生活上啊 所以呢 從斗數盤上面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今年就是個很好減肥的一年 為什麼 有晴陽心在命公 堅強的意志力 有陀螺心在飢餓公 我可以對我的身體啊 無限制的一直扭捏它 一直不斷的糾結它 一直堅持它 堅持什麼 堅持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常常講啊 煞心用得好 人生沒煩惱你知道嗎 你知道用在對的地方 其實是可以改運的 當我知道我今年會有這樣的情況 今年的流年的命公有晴陽 陀螺心在飢餓公 照道理來講啊 我今年應該是很辛苦的一年 當然還是要看竹心啊 我身體上應該會有很多的病痛 然後也會很多的麻煩 更不要講說 陀螺心在飢餓公 我今年很高機率的 肺會不好 像你看我現在講話 其實就是那個 止氣管肺炎 中央就不太好 但如果我把它用到對的地方 我其實可以拿來減肥 所以這是告訴大家說 命盤上面 我們所講的事情啊 其實你可以用另外一種用法 然後把它用來對的地方 那也許你今年還是辛苦 可是我就順便把身體減下來的 我就因禍得福 我順便讓我的身體 有比較健康的狀態 雖然96還是個胖子啦 但是我可以繼續努力到年底啊 我年底的目標是85公斤 也還是個胖子 但是就是一個神豬肥豬 跟山豬的登基 那山豬還是比較可愛一點 對不對 還是比較好一點 那我可以慢慢請 講這個啊 其實啊 要順便告訴大家 老師的新書呢 在7月26號 應該在福開來就可以買得到 還有各大書店就可以買得到了 大家都在想 有攻略1 2 3 但是就是攻略4 沒有 我們不再攻略了 有了1 2 3之後呢 有了一個完整的一個 對斗數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替自己改變命運 新的這本書 書名就叫做改運 你怎麼樣利用整個斗數 改變你自身的一些命運狀況 怎麼樣在斗數盤上面 我們會談到 一直我都不談的格局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格局其實沒有用 但是如果要用 我們到底該要怎麼用 然後怎麼樣去創造自己的格局出外 怎麼樣去利用斗數盤上面一些東西 轉為自己自身的力量 改變自己的人生 有清楚的詳細的解釋 甚至是寫出了一部分 我們在課程中間 最高階人改運班裡面 講到的一些技巧 就大概7月多 希望大家那個要減肥的 可以看看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樣 你如果覺得你今年流零沒有像我這麼衰 那沒關係你總是每個月有碰到晴陽的時候 那個月認真去運動也可以 7月底希望那個說唱假的時候啊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書 謝謝